我建议所有的奶茶店都加上这个饮品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瓜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牛奶鸡蛋老糟 是我最近爱吃的一个特别好吃的美食 首先呢要准备的是坚果碎 还有一些葡萄糕 还有呢就是老糟 一盒 还有这个小苏打 还有牛奶 就是这些 当然还要有一些枸杞 首先加入适量的牛奶 然后加入一点小苏打 主要是为了防止牛奶结合 这个美食是鲜里边的 真的也是很少 现在它已经微微的有点冒烟了 我们把牢刁整个倒进去 再加入10厘左右的骨骑 是不是看着没养生呢 它本身热量也是比较低的 而且甜酒那样对女生也是比较好的东西 好在铁牛奶的时候呢 我们要打个鸡蛋 把这个蛋液呢打碎 然后差不多一分钟的时候 把蛋液整个倒进去 现在已经开锅了 我就闻到香味了 在这个坚果碎里面加一点高干 然后再把这个牛奶盛出来就可以了 嗯 真好吃 还可以加一点芝麻 女孩子可以多喝非常补气血 完全不酥奶茶哦 还可以加一点宽板 就不酥奶茶 就不酥奶茶 谢谢大家